好逸宇怎么观察今天的朝伟大战 我想这峰回路转 事实上今天来投票的时候 我心里都还是想说 那大概国民党就是会离浪交通委员会 就是陈雪森这一席大概就是浪了 就我在那个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就听到记者说交通交通委员会投票量票 量票后来还了解说 量票竟然还不是投给林国城的时候 是全部表态说我们都是投给陈雪森 我第一个心里的反应就是说 哇那直接就是傅昆琦招委 微信就可以在今天就是荡然无存了嘛 他努力了这么久 包括去跟黄国昌跟柯文哲吃了那一顿饭 然后大家都这个酒也喝了不少 我再补充一下26号共事营结束晚 对傅昆琦跟柯文哲在一场聚会包厢里面 出席同一场聚会还被拉到旁边去稀稀缩缩 哦对嘛嗯 所以就看出说你看他又办了这样的共事营 那共事营哎这个谁 不是重点重点是共事营至少也有产生一个结论嘛 啊没有大家的投票 也是有一个结论就授权这个党团 那党团看来傅昆琦也很努力的去跟陈雪森沟通 说啊你就看起来民主性做一个 我们要拉拢民众党 未来很多法案也是需要民众党来支持嘛 啊所以本来看起来陈雪森是有妥协哦 结果竟然会因为民意炸锅 然后让这些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就一一缴械 不再听这个副主席的话 然后就只投就都坚持自己 我觉得国民党的基层哦 都很很懂柯文哲 很懂民众党啊 因为民众党基本上 柯文哲他的他的这个两面嘛 他有时候时蓝时绿 然后现在他表明的就是就是蓝嘛 就是小蓝嘛 基本上他是在吸在吸国民党的血啊 如果他不是在吸国民党的血 让我问他这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不是一开始就要找他蓝白盒吗 他也都同意当父的 结果后还会反悔 那反悔后你看 以结果论啊 这样一对一怎样 还有很多变数啦 但是结果论 国民党加上民众党就大于民进党 我们这一次只拿的是40出头趴 所以你对于这些蓝的 他们的支持者而言 柯文哲可不可恶啊 当然可恶啊 都已经谈好说要蓝白盒了 你还可以反悔 然后又在那边讲说 扭3%扭6% 然后把国民党羞辱到了一个极致 如果结果竟然到了选举完了 然后前面的事全部都忘了 然后说我们要拉拢他 拉拢的结果是怎样 院长的选举的时候 他也是回家的 他也没有照片叫拼 来投给我们韩国瑜啊 也没有他们是投给自己啊 所以可以看出说以这样的布局啊 那个傅坤级主席这一段时间这样努力沙盘推演了好久 结果在今天完全都瓦解掉都没有 还是回到了这个国民党民众党 那民众党当然现在表态说我支持国民党 实际上民众党现在表态支持国民党 就是我刚讲的 他还要继续吸国民党的血 但是民党很聪明 他也知道说国民党现在 他自己就可以提法案 他如果强烈的党级的动员之下 甲级动员之下 54就可以大于民党的51 所以这些法案的credit 未来就是国民党的 那民众党当然不可能这样做啊 他会说不可以那对 我们柯文哲当时 也有提出很多我们的证件 这些证件所需要用法案来配合的 这一些得分这一些credit 不可以单单只做给你们国民党 所以我们这巴西就很重要 那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要看 很多法案的布局 那傅昆琦 他之所以会拉拢民众党 我觉得他有他的想法 事实上 善在傅昆琦的想法是说 有一些比较正义性的法案 也许我们国民党一个人 我们一党要来对抗整个民意 像有一些法案 他可能会成就了某些族群 会得罪很多年轻人 可是他知道民众党有小草 这些小草在网路上都是一贤 所以我们这些法案 把民众党拉过来 让他站在我们这边 哇这些小草在网路上会帮我们吵架 会帮我们去捍卫这些政策 那我们国民党就不用站在第一线 去抵抗这样的 抵抗这样的民意 我觉得他们都各有算盘 所以未来我觉得还是要看立法院开议之后 然后把每一个政党都会提出每一个政党的优先法案 那这些优先法案一定会受到人民的一个检验 那可以看出我可以讲民进党现在会很辛苦 因为我们同时间要面对 那光这几天的中配相关法案 就开始有工房跟整理了 就开始有工房出来嘛 对所以在于中配的法案的时候 事实上他也会呈现说 好你讲你在强调公平性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发现事实上对于中配外配他有他好的地方 但是又有他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说公平的话应该要两个 不管是来自哪里都要让他趋于一致 可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就比方说这个一亲 中配可以70岁跟12岁以下 70岁以上12岁以下 是可以一亲来台定居后就可以使用台湾的健保 这一块在外国籍的配偶是没有的 所以事实上大家应该要这样法案 这样去检讨 未来民进党就是要面对国会上我们是少数 但是在一些论述上我们还是得强化 否则在这一块我们未来会得辛苦 不然也是要继续走 好我请教议委员 当时的许多相关的法令 都将中配跟外配切割开来 然后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跟法令法规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本身战略上也需要调整 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外籍配偶上 我们是用国籍法 所以有包括说外籍配偶必须放弃国籍 那在中配的话 我们是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也是存在台湾跟中国一些比较微妙的 就是说我们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一个 就是他们主张的说一国两制 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确实也跟国籍法会产生的落差 包括说放弃国籍的这样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也许台湾必须要去思考说 未来如果要让他趋近一致的话 台湾的这一个整个的陆籍的制度 我们也许可以思考类似像美国用绿卡 我们也许可以未来创造一个新的制度叫做长居 就是长期的居留 长期的居留当然他就不等同于身份证 但是他一样是享受有跟国民一样 应该要有的健保 应该要有的就学就有投票权 但是就是在投票权这一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就是变成未来如果所有的不管是哪一国的配偶 如果他们把他进入长居的话 这也许是一个解套 因为确实上现在在面对中国的渗透的时候 如果他们这一次的中配的大幅开放 会不会有类似像吴珍刚讲的 他们这样洗冷口 或者是我们看到香港就是一个雪玲玲的例子 他们从雨伞革命之后 他们整个的支持香港 可以维持独立运作的这样的声音 力道越来越小声 这个也是他们因为有太多的 中国籍的人口进到了香港 让香港的声音变小 所以这部分都是我们必须要去 要去检讨 但是在立法院呢 我们相信我们会面对国民党民众党 会用很强很大声的声音 去说他要捍卫 这些中国籍配偶的人权 我觉得我们应该论述清楚啊 中配以及所有外籍配偶都是外籍配偶啊 对同样都是外籍配偶 就是你要回到修法 那应该要让他回到说好 让他们的权利去一致 那这样一致的权利之下 他们到底享受哪些权利 以及负担哪些义务 以及基于国安的考量之下 应该要在他们的权利 享受权利中有部分的限制 我想这个是一个 也许未来可以思考去解套的方式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啰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